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发现自己左半边脸不听使唤 口角歪斜 眼睛无法完全闭合 喝水时会从嘴边露出 王女士急忙来到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就诊 经过一系列检查 王女士被确诊为听神经流引起的周围性面瘫 57岁的邱先生被耳鸣困扰了一年多 一直没觉得是多大事 但不久前 邱先生发现自己出现了明显的听力下降 耳鸣症状也随之严重了 最后检查发现邱先生的耳鸣不简单 而是卢迪长了听神经流所致 好多人都不把耳鸣当回事 但是有些耳鸣却是听神经流的信号 咱怎么能把这种不一般的耳鸣给找出来呢 不少人都觉得说我是上了点年纪 谁就年纪一大了 可能都得跟耳鸣挂上点沟 迟早会来拜访你 但是今天我们说了他这个耳鸣和听神经流能够挂上沟 我估计很多人就重视啊 就比较害怕了 耳鸣的原因应该有很多种 那这个听神经流引起的耳鸣算不算是耳鸣的其中一种呢 耳鸣的原因有很多 总结起来是洋洋洒洒好几篇的 我们常见的比如说衰老性啊 耳读性药物啊 还有噪音损伤啊 包括有一些疾病 全身疾病 比如说血脂高 高血压 还有糖尿病晚期啊 都可能出现耳头这些问题 耳鸣就是其中一个症状 当然了 这种还有更严重的肿瘤性疾病 你刚才提到了听神经流 谈瘤嘛 大家肯定就觉得挺害怕的 听神经流这个得的人多嘛 另外它凶险嘛 听神经流呢 是在脑神经里头的肿瘤能占7%到12%左右 这是比较常见的 当然了 听神经流呢 绝大多数呢 都是良性的 有极少一部分可能会有恶变